市民一定會記得 這個其身不正的律政司 沒有問過獨立大律師的意見 就放生了貴為國家領導人的梁振英 律政司是不會就著涉案的人士 是政府高官、政治人物 或者他有什麼特別背景 就必須要尋求外奸的法律意見 律政司也不會單是因為這是一個政治敏感的問題 就會去尋求外奸的法律意見 我們律政司的工作是由我們檢控守則寫得很清楚 無論涉案人士的社會地位 他的政治背景或者他其他的關係 我們都是一事同仁這樣去做 無論這個案件作出來的決定之後 對社會或者在政治團體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都是一樣按法律和證據去做決定 對傳媒或者公進對有關的決定的反應 也都不可以影響我們作出法律上的決定 所謂案件性質敏感與否 從來都不是硬性需要外判的指引 將案件外判尋求法律意見 並非律政司的慣常做法 在過去三年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每年平均提供超過一萬三千次的法律指引 撇除涉及律政司人員的案件 在作出檢控決定前 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 在2018、2017和2016年分別是零中、一中和零中 可見絕大部分的案件 都是律政司在沒有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況下 作出檢控決定